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2月4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今天有聲音有點沙 因為昨天冷傷了 我繼續跟大家做節目 盡量講多些不同的事實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講的 是前特首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 在香港圍禍了那麼久 他的林鄭月娥集團 到底現在是在做甚麼呢 他們有沒有後悔過 出來為禍香港呢 當初服務政權 幫政權助就為約 為了的就是自己 觀運亨通 看看 過去自己所做的事 現在來到2023年 說了 過了三年多 他們 是不是真的拿到他們當初 所想拿到的東西呢 我認為他們 全部都是輸家 基本上 整個林鄭月娥集團 可以用瓦解來形容 我們這一節一起跟大家逐個說 說一下林鄭月娥集團 被瓦解之後的最新情況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好 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請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好了 林鄭月娥 我們一會放在後面再說 這個林鄭的好姊妹 前律政司 鄭若驊 到底他當初 是用一個甚麼心態 加入政府呢 當時是2019年 還未爆發這個反送中運動 正確一點來說 他加入林鄭月娥政府是2018年的時候 鄭若驊本身 在香港的法律界 是有一點點地位的 因為第一 是資深大律師 另一方面 他做的專長 是叫做仲裁 所以他當然有個花名叫做仲裁婆 而他也最熟悉的 是跟工程類 相關的仲裁案件 大家現在知道 這個跟他丈夫 是潘樂圖有關 大家 就是一個做仲裁 一個做工程 賺錢 賺得很開心 本身鄭若驊 就沒有必要忽然之間走去做官 但是 很多所謂社會言達 覺得 錢我賺到了 是時候要出來做官 他根本不知道 當時香港 可以說得上 是社會矛盾 是一路累積 累積到今天 都還未結束 他很快就答應了 林鄭月娥出來做律政司 當時還是2018年 他接替的 是 袁國強 初初 鄭若驊 未做官之前 私人生活 是不會被揭露 但是隨著他出來做的是律政司 開始有大量的傳媒 開始把他的私隱 揭發出來 沒辦法 因為你做官 你的私生活 也成為政治的一部分 原本鄭若驊 彷彿報稱是單身 後來就發現 就是他的房子被揭發 僭建 再後來 才發現 原來在另一間房子 這個鄰居 就是潘樂圖 跟他 就是 夫婦關係 鄭若驊從一開始 去做律政司 就可以說 醜態盡然 原因 他不知道 所謂從政 所謂熱廚房 有多熱 再加上 還有中港的矛盾 再加上中共的魔爪 每一樣東西 廚房的熱度 比他想像中 高十倍 而他的好姐妹 林鄭月娥 並沒有 告訴鄭若驊這件事 所以 其實鄭若驊一直做官 一直已經遇到很多問題 還要到2019年 還要爆發一次 反送中運動 所以由原本 很開心 住大屋 找真銀 再去到 要出來做官 所有私人的生活 家裡的關係 家裡的潛建 每一樣東西都要被揭露 再去到2019年的示威裏面 他借地爾 去了英國倫敦 當時就出席 這個 仲裁 仲裁學會 舉辦的講座 當時遭受大量 示威者包圍 大叫這個口號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當時鄭若驊就是在混亂之中 跌倒 報稱 左手 受傷 由這個時候開始 鄭若驊 可以說是繼續騙運行上 他應該發現最可怕的不是 香港的政治熱廚房 另一邊最可怕的 是來自北京 大家還記得 鄭若驊 鄭若驊 在英國被壓界回到北京 然後再從北京 忽然之間再回到香港現身 我想鄭若驊 真的是 最可怕的事 他覺得就是 中間想逃離香港 前往英國 然後被北京 相關人士把他壓界回去 最新的訊息 鄭若驊出來做 原本 老本行 出來做 執業大律師 繼續做仲裁 雖然他未來會再做些甚麼 會受到甚麼制裁 不是美國的經濟制裁 而是受到其他制裁 未知 但是只是看看 他為林鄭月娥 充當抓牙 為北京背書 付出了 其實是很大的代價 很多人覺得 她還未夠慘 我正在說的是 如果她不走去碰政治 其實還在做一個闊太少奶奶 她跟林鄭月娥始終是有些分別 林鄭月娥 是非常清楚自己在做甚麼 故意找鄭月娥拉下水 她可以說得上是騎虎難下 另一個叫做林鄭月娥的公公 一個 叫做聶德權 另一個公公 叫做李家超 真的嚴格來說 整個林鄭月娥的班底 只有一個人 跑出來的 那個 就是叫做李家超 但是至於李家超 是不是真的會繼續順風順水 沒有人知道 其實我們也不是那麼看好 聶德權 聶德權就是有大量的土共建制派 是相當之不滿的一個人 這個人 除了做林鄭月娥的公公之外 在政府上面非常縮骨 絕大多數建制派 的議員 對他 都是相當之不滿 所以 失去了 林鄭月娥之後 聶德權 也同樣地 立即被踢出權力核心 整個林鄭月娥班底 徹底被瓦解 除了一個人 那個為甚麼不叫做林鄭月娥班底呢 因為他就是背叛林鄭月娥的人 所以那個就叫李家超 當然 如果你再去計算的話 鄧炳強屬於半個林鄭月娥班底 他也順利地跟著李家超 過計了出去 直接挑戰 跟國內公檢法系統 公安系統 是有關係的 聶德權 也有非常之多 受爭議的事項 包括做官 學人偷步買樓 公佈施政報告之前 就是自己走去買樓花 後來 到了2020年 學人 就是走去做愛國分子 原本 香港班官 大家如果還記得 不敢偏向北京 但是 這班就是所謂聰明 覺得只要幫 北京背書講好說話 自己就有得上位 位就沒得上了 被人一腳踢出來 所以聶德權 說這個港博 也就是中國的特區公博 出來講了一大堆舔共的事 雖然跟現在 那班積極分子比 說的話 可能溫和很多 就是這樣 到最後 你哪裏救一班 積極分子鬥呢 香港 雖然表面上現在好像 沒甚麼事發生 但是已經等於 發生了文革 每樣東西繼續批鬥 不夠積極 甚麼都沒得了 結果 聶德權一樣 同樣地被踢出是權力核心 據說現在就是沒有甚麼要做 只能夠 做一個非執董 去了恆新銀行 整個林鄭班底 最重要的就是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 大家知道 就是整個 香港的官場 香港的建制派 還有內地的官場 沒有一個地方 對這個女人是滿意的 任何一方 都看這個女人 不順眼 所以林鄭月娥 如果她真的聰明一點的話 不過也沒有用的了 最好投奔新加坡 新加坡如果知道你 根本在中共港共的官場是被擠出 根本 連見你也不會見 所以絕對有理由相信 新加坡根本不知道林鄭這個情況 還以為她是前特首 還以為她是甚麼領導人 還找李顯龍來見你 所以林鄭月娥 其實我認為她根本沒有任何出路 假如中國大陸 中共有甚麼冬瓜豆腐 絕對 這一班人 沒有一個有好的下場 其實林鄭月娥唯一應該要做的就是把她在任的所有資料交出來 交出來給西方世界 除此之外 其實她除了 在街頭被制裁之外 當然不是經濟制裁 看不到有甚麼下場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實際上 你住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挺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他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